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钟为您播出的走吧去旅行 今天的单元是旅游得意趣 今天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空中邀请到的是上选旅游的许明媛经理 上选旅行专注经营德国的旅游团队 为了掌控旅游品质 所有的团体都是跟着当地业者直接来做接洽的 在业界更享有专业德国的封号 在我眼前的就是许经理咯 哈喽现场的这个听众朋友午安 没有现场然后听众朋友午安 大家好大家好 是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有找许经理来跟我们聊聊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旅行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每次在做选择或是安排假期的时候 往往会很困扰 就是要找这种专业的经理们呢 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这一次邀请到许经理呢 特别为我们来聊聊的就是旅行社的行程 地图大解密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有多开心吗 为什么 因为往往我们爬文的时候啊 都会觉得就是那种一头雾水 然后一知半解 因为就觉得好像他都写了该写的东西 我好像也看到了我想去的行程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样的选择 或者是说这个行程里面 是不是有隐藏什么神秘的东西 就是对 没讲出来 没讲出来 为什么他这么便宜啊 或者说我去了之后会不会觉得很累 对 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现在的听众朋友 就像我听我讲完之后呢 等一下这个 你也可以现在边上网边查一下 其实大概是这个样子 现在你所有上所有的旅行社的这个网路呢 只要你参加的是短天数的 四天的啦 五天的团体旅游 原则上他不会把这个行走路线图啦 或者是旅游的地图告诉你 对啊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没有到很远 比如说你去东京玩啊 你去金板神啦 你去这个泰国啦 曼谷帕塔亚啦 或者是长滩岛 原则上他们都属于不大的 就是范围都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 对真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这个是一种比较属于定点式的旅游而已 但是现在因为旅游 我们台湾的旅游已经进化到 我们开始开放观光到 现在可以出门旅游 出国旅游 其实是太容易了 我们免签这么多国家之后 所以呢 我们开始会去一些很 没有听过的地方 真的 我说 在我们还没讲欧洲之前 会去一些很没有听过的地方 没有听过的地方就远了 像哪里 比如说很多客人 以前没有人去过日本的东北啦 以前没有人去什么日本的这个什么破冰船 要去网州看这样子 就会去一些比较密境的地方 这个密境的地方你就有行车 行车的这个公里数了 是 这很可怕 对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在那个举行社列出来的那个行程上面 都写的好简单哦 对 上面就写着步行即可抵达 不然就写说会有公车接驳 哎那想说真的吗 那我到了之后人身地不熟 再加上语言不通的时候 真的能到得了吗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哎 我有一个难得的假期 然后好希望可以去那边好好的放松一下 但是回来都好累 对 跟堂回来都好累 对怎么会这样子 要怎么样在事前我可以先知道 其实我们可以倒回去想一下 你的上班你的上班情况 或者是呢你的工作 应该说工作情况 是你只在做办公室的 平均如果你是做 我们是做办公室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话 都不太走路的话 上下班都是坐骑摩托车啦 偶尔坐个捷运的话 平均你走的步 步法大概走到两千步 走到两千步而已哦 哎许经理好专业哦 真的 帮大家算好那个步数了 对我都有算过 但是呢你今天只要出国旅游 不管去任何一个店 除了东南亚之外 那种更定点式的那一种之外 只要是脱离这种的话 平均大概要五千步到一万步 哇 怪不得大家都说 哦 出国回来之后要再休两天 对又再休两天 就觉得好累对不对 在这个东南亚啦东北亚 哦 这种有不同的进出点的时候 特别是日本的话 你选择不同的点进出会比较轻松 哦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 喜欢去合掌春玩好了 对 对那一般的 聪明一点的呢 可能是从这个民谷屋进 对 富山出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远一点的呢 不高明一点点的 费用团费低一点的呢 可能从大阪进 大阪出 哇 你就是拉车 每天都要拉 大阪进那真的好远 你从这边到那边 就每天都要平均 一上车就拉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跑不掉 对跑不掉 两个小时等于台北到台中了 真的耶 你看大家不要觉得说 好像他上面写的行程都是你想去的地方 就殊不知你根本就走马看花 因为你完全都在游览车上 对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 可能平常是不用上班上那么多的 或者甚至是比较自由的 所以呢要他八点出门 只是要的他的命耶 其实真的 可是我觉得跟团 好像或多或少 这个行程都是要早一点出发 对啊 的确 蛮难说可以晚一点的 但是台北旅游的好处就是巴士上可以休息 对对对 又比那个自助自己呢 要盯这个盯那个好很多 所以我们来到 可以轻松 所以我们到回来看那个欧洲的旅游的话 其实你在打开所有房间的这个旅游社的所有的行程的话 大概第二页第三页就会告诉你那个行走路线图了 这个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大家在这趟行程里面的感受了 对不对 因为毕竟你看我们刚刚都讲的是日本啊 甚至是韩国 比较近台湾 甚至是文化或者是范围区域大小 文化很相近的地方 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说其实也没真的大到太多 来到欧洲之后 随便一个国家都几倍以上的台湾啊 而且呢 你会觉得说 我好不容易去一次欧洲 我一定要这个 一次搞定 这个也要去 这个也要去 但是我们来 到回来看 像一个德国或一个法国 它就有台湾的十倍大了 十倍 所以有时候你只是看那个 对 你只看那个旅游旅游行走路线图的话 你会误以为它跟台湾一样大 那比例尺的问题各位要注意喔 对比例尺的问题可能就不太一样 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公里数是不是合理的 那其实要算那个公里数其实很简单 不是很难 那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真的常常旅游的话 其实呢公里 旅行社会标出那个公里数 其实很容易算啊 大概一分钟等于一公里 为什么 等于一分钟 比如说这个行程 一分钟大概一公里左右 为什么 开车吗 开车 这开车 比如说这个 慕尼黑道这个 纽伦堡 可能是180公里 可能是180公里 但实际上你开车180公里 大概是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而已 但是我们听众朋友等一下记得 我们参加的是团体旅游 团体旅游中间要做什么 那个洗手间要休息 上厕所啊 要休息 然后或者是那个休息站 休息站 或是shopping站 对shopping 所以你中间休息的时候 不会可能 不会只有十分钟 一定是 十五二十 因为大家上车下车的时间要算进去 所以其实很容易算进去 比如说这个公里数是170公里好的 那你又170分钟 170分钟 你再除以60分 大概两个多小时 两个2.5小时 就差不多是真正的 因为这个上车到下车 但是你要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觉得 感觉好像也还好 我说其实你倒回去想不还好耶 蛮远的 蛮远的 对啊 等于台北开到台中 中间还要在新竹上个休息站 对耶 这样时间就这样耗过去了 对啊 就这样耗掉了 而且其实在欧洲啊 它还有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 那你在转换交通工具的时候 对是一种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在我们在欧洲玩的时候呢 有火车 是 有火车的交通工具 那有这种像高铁式的火车 有区域火车 然后有景观火车 对 那呢 那有时候呢 这个行走路线图标明了一段是这个火车 比如说某一点到某一点是坐火车 那你就要去问一下那个 也许你接触的这个服务人员 你这个坐火车时间是多久 如果超过两个小时 你就要稍微考虑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呢 人如果离开了亚洲呢 对于所有时间或者人忍送的这个值 都会放大 为什么 超过两小时的火车 我们把它叫做移动而已 就是单纯的移动 就好像你从台北坐火车 坐自强号到台中 一样大概两个小时 对 这两个小时真的很无聊耶 所以很多客人是 很多朋友是觉得台北到台中 他们想要搭高铁 哦 四十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啊 对 我只要坐两个小时 这好累 而且火车上面有什么东西 那什么时候 这个火车超过两个小时以上 你会觉得很开心很愉快 景观火车 哦 景观的火车 就是你可以透过那个窗外啊 甚至还会有人服务你一些餐盒啊 还有咖啡啦 茶啦 然后那个火车开慢慢的 四个小时火车它就不是移动 它就是慢慢的景点 慢慢的看 慢慢的看 那会有不同的站可以下来 对不对 可以 就可以让你移动 慢慢看 慢慢看 所以这四个小时你觉得好舒服 不会无聊 哦 对不对 那么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今天等一下你听完这个 听完这个节目 你也想要去高雄 我想 额 预算OK的 你都会想要坐高铁 应该是不会坐电连车 对对对 太可怕了 对对对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移动 它是一个移动 所以其实就是目的性导向 就是你到底是要在这趟行程当中呢 是想要去玩 你想要感受当下 还是你就是想要从甲地 赶快到乙地 嗯 那欧洲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呃我们可能去东南亚 大家都穿那个短袖的 去欧洲 穿短袖行李箱就小 对不对 对 去欧洲就是要买东西回来 那个行李箱 每个都很大 都很大 还要再多带一个行李箱 对多带一个行李箱 所以呢当旅行社所提供给你 或是你参加的旅游行程 它是超过 这个中间的火车移动 是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 嗯 有可能旅行社会希望你把这个行李箱 扛上火车 哇 这很累 哇 对所以我们房间 我看到有很多我们同业 所安排的旅游行程啊 或中间坐火车移动的 嗯 是超过四个小时的 啊 你因为巴士的火 移动的话 等同的巴士移动 大概就要八小时 火车四小时 你就要把你的大行李箱 扛上火车 等于是你所有的行程一起走了 对 你就不会再回到越南的地方 对那你火 你这个行李箱就要扛上去 哇 这真的是功臣耶 所以你的男朋友 如果是比较瘦弱的话 要扛两个行李箱 还没扛上去 你就跟他生气了 真的 所以刚刚许智妮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你不要在台湾的时候 看到说 啊四小时啊 很近 没有 你人到那个地方 你都会觉得两小时都很远了 对因为 就像我们前面 因为很无聊嘛 好 前面几集所讲的一样 去欧洲玩呢 一天要花掉你一万块 对 结果你花了四个小时在坐火车 对 这样子 好像不太划算 有点可惜的 而且更何况刚刚有提到 像有的人是喜欢铁道旅游 甚至有些欧洲的国家 他会有河道对不对 对 有河道的旅游 什么叫河道的旅游呢 就是来因河 是 或者多瑙河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 就是你都一直住在船上 嗯 行李也放在船上 然后呢 他就是每一个点呢 每一个点 让你下来 每天都换不同的点 让你下来旅游 然后呢 午晚餐呢 在船上使用 哇 这样其实也不错 最好的 为什么他最喜 我们很多朋友他很喜欢 为什么 不用整理行李 对 是不是不用整理行李 没把它丢在房间里头 那个会移动的 就很固定 对 它是一个移动的饭店 哦 很棒 很棒耶 这个是在河道上的 所以呢 它开得慢 嗯 河道上平稳 所以其实玩起来还蛮舒服的 所以费用就贵 嗯 那那个游轮呢 在大海上呢 我都说 大海上的旅游呢 是去读博啦 看夜 看这个歌舞秀啦 对对对 或者是吃吃喝喝的 也是一种方式 嗯哼 所以呢 除了有这个巴士旅游 做巴士的嘛 铁道旅游 铁道的 河轮的 嗯 河轮的 就有很多种不同的交通工具跟主题 嗯 好那 铁道旅游最多的地方其实在哪里呢 是在瑞士 啊 很多 因为有山 对有山 所以有很多的铁道 还有很多景观的火车 那如果说像在德国啦 法国啦 这种的话 大部分都是以巴士旅游 然后中间穿插的体验之旅 中间让你坐一段德国的ICE啦 嗯 做一段蓝银河的游船啦 嗯 做一段这个小小的缆车啦 或是移动的这种渡轮啊 嗯 给这种参团的朋友体验一下 嗯 各种的不同的这种交通工具 对这些其实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行程地图大解密 在我们的行程上面其实它都会秀出来对不对 所以大家其实应该要去留意的是 在你看这个行程的时候 它到底要带你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玩 对 嗯 也很重要 所以呢 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今天参加这个团 嗯 回来好累 哈哈 就是因为呢 你这个点牌的很密 是 或者是你一直在行车 对或者你一直在拉车 对一直在拉车 一直在坐巴士 那你就会照着说 你的巴士时间 跟你的那个景点参观时间不符合比例 嗯 你就会觉得比较累 另外一个就是 午晚餐的时间 可能因为行走时间比较紧凑 嗯 会造成呢 你的午晚餐时间呢 很尬 那很多听众朋友 因为可能没有 对欧洲没有到那么了解 事实上 在欧洲或是在德国 这个开车的那个司机大哥们 他们是有上班时间的管制的 哦 对 怎么说 嗯 很多人不了解 今天这个司机只有早上八点开始开车 嗯 晚上八点这台车一定要停下来 也就是说今天你的晚上八点没有到你晚上的下榻饭店的话 对 车子要停下来都不能再动了 车子要停下来 那怎么办 会被罚钱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等于说他会赶在 换句话说他会赶在八点之前 一定要把你送打一个地方 对对对 哇那这样子那个导游就要抓紧时间了 对就抓很多很紧的时间 嗯 那另外一个 那很多朋友就想说 那没关系啊 他们也许可以超时 对不对 可能超时哦 比如说今天早上八点发车 到晚上十点才停车 哦 他们是不是会换司机 呃有时候会换司机 哦 但是如果他晚上十点停车的话 我们的朋友说没差 反正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六点就可以开车了 不行 他还有时间的管制 比如说你要他 你还要再让他休息 十一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这个是还蛮 蛮贴心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规范 其实日本好像也是这样子 所以呢 在欧洲的话 或德国的话呢 你可能开六天车要再换 要换一个司机 换一个司机 嗯 那巴士有这个时间 哦 巴士的这个 的时间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会让你的这个 那个旅途 嗯 如果说 安排的没有到那么妥当的话 你参加到的 可能会让你觉得 我怎么一直在赶车 或是我怎么一直在等 对 或者说一直在吃饭 为什么那么局促 怎么没有那种悠闲 就是比较舒服的那种悠闲感 怎么没有出来 嗯 那种感觉就有差 所以你在看那个 行走路线图的话 嗯 第一个你一定要了解是 这个它的面积 跟台湾到底 有多大的差异 对 面积大小也很重要 对 对 面积大小 第二个就是 因为那个图看起来是平面的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是 可能北部是平原 中间是丘陵地 南部 像我们德国的南部都是阿尔卑斯山 都是山区 嗯 所以山区 山区可能没有高速公路 所以巴士在开的时候 可能不会开很快 60到80公里左右而已 嗯 慢慢的开 那中部的话可能开的稍微 哎呦 高速公路开的比较多 嗯 所以有时候你会误以为说 比如说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生长在台湾 嗯 你一定会很了解说 等一下呢我要去九份 嗯 虽然地图 我就知道它是要上山 对它要上山 而且你会知道说 我从下的 我从这个台北开到九份 我要走一段高速公路 嗯 高速公路下来之后 还要再上山 嗯 虽然你看那个地图就是 台北跟九份就是边边而已 嗯 事实上一般在初故 从台北过去 你可能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其实你看 如果我们去德国 自以为就是甲道乙 只需要两个小时 就在那个两个小时中间 你可能已经上山下海了 对 对 可能还要再多抓 多一点时间 三个小时 或者说你觉得看这个地点可能 看旅游的行走路线图 可能看起来很近 嗯 事实上操作起来可能没有到那么近 可能花两三个小时了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行程 它是不是都会列出 包含交通工具跟移动的时间 对 移动的时间 公里数 跟交通工具 哦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 你一定要胜选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自己都已经知道了 不要把它忽略了 对 好对啊 不要说 就不要被那美图看了一看就 哦 OK了 照片你看一看觉得好美好美都想去 就说不知你都只是在车上移动 然后看一眼之后就要离开了 对 就有点可惜 而且我觉得其实出国玩啊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是 有别于你以往生活形态的一个生活方式 除非你已经有很强烈的心理准备 举例来讲 比如说你想要去吴歌窟 你就知道你去那边可能就是要上山下海 对 你可能就知道你要走一些岩地 你可能知道你的生活形态它不是跟台湾一样这么舒适 对 那你有个心理准备 那或许OK 因为那是一种生活体验 新的体验 但是去欧洲都有幻想 对 大家都会觉得 哦 我去那边感觉好像就是要很放松 很舒服 度蜜月耶 对啊 我怎么可以来这边就是好像每天都在赶行程呢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期待的时候 千万千万一定要慎选 尤其是看到你的行程地图的时候 要仔细一下 仔细的去了解 因为其实大家 每个业者都把那个公里数 行车时间 交通方式 交通方式 甚至是移动的比例 对 班机抵达时间的这些都都写出来了 所以你如果说 喜欢这个行程 跟你接触的服务人员 聊一聊 联络一下 自己初算一下 大概就有概念 一定要自己稍微初算一下 就有概念 你刚刚有跟大家介绍说怎么算 我觉得那个方式还蛮有趣的 就是你看哦 19公里 那大概就是19分钟 差不多 因为如果你走到山区里头的时候 真的差不多这个时间 那如果有山跟没山 会不会那个 时间会影响 像你这样在欧洲开车的话 一般的这个限速 一般的小巴士 大概在德国的话 有限速的话 大概120公里 可是巴士不能开到那么快 大概只有80到100公里 那如果说你走到山区的话 只是你只能到60 所以你倒回去看 一般的山区的时候 你就觉得 为什么今天这个移动的都好短 是因为它在山区里头了 原来是这样子 对也许它只有60 也许它只看起来A点到B点 只花了你60公里 或者只有60公里左右 可是它花的时间可能是一个半小时的 那一公里大概中一分钟 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最容易 出算的那种概念 就是抓一个大概 但是其实你还是要看一下地形 地形 去调整 我常常跟我们很多的朋友讲说 你如果真的 像我们自己生活在台湾 其实很了解 这个日月坛跟九竹文化春 跟埔里 还有台中 其实从地图上看 是不是就是在隔壁 多近啊 对都多近 好邻居 对对 还有西头都在附近 对 可是你实际上 你自己操作的时候 从这个台中到埔里 埔里再到西头 再到日月坛 再到日月坛 你没有个两天三天 这种行程你不参加的 当然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说 怎么可能 对啊 你刚刚那个爬那个山 对啊 山路上去嘛 然后到了日月坛之后 要逛嘛 对对对对 你可能想要放松一下 睡一个晚上 所以我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呢 你绝对不会有什么 早上西头啦 下午日月坛这种东西的 因为我们自己生活在台湾了解 可是常常我们很多这个 听众朋友啦 到了欧洲去之后 就会觉得是合理的 比如说 可能是 早上带你去新天德堡 然后下午带你去海德堡 天哪 对 你觉得 看起来好像距离好像是OK的 或是 应该很累哦 很累 这个花好多时间 其实很累 你看大家有发现吗 其实不是只要看那个上面的标题 不要只能看地点 或是看那个美图 对 其实很多 在里面 我们要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请我们许经理 再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原旅行社在规划行程安排的时候 都是用什么方法来做规划的 马上回来 哈喽 我是嘉安 欢迎回到每周二至周五的 走吧去旅行 今天非常开心在我们空中 邀请到的是上选旅游的许经理 上选旅行社呢 专注经营德国的旅游团 为了掌控旅游品质 所有的团体都是跟当地业者 直接来做接洽 在业界更享有专业德国的封号哦 刚刚我们跟许经理聊了 好多好多在旅行社 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时候 大家应该要注意的是想 不要再只看点到点了 不要再只看美丽的古堡了 到底这过程当中 我们要怎么去 是不是选了这行程之后 会让我们无比的疲惫 而不是一个放松的行程呢 其实这些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帮自己把关 对不对 其实我也很好奇 就是像旅行社 你们这么专业 在安排这么多点跟行程 当你们发觉 哇 这些地方很适合国人 去旅游走走踏青 你们都怎么去把它串联在一起 怎么来安排的 对 怎么安排的 事实上呢 我们台湾的这个 这个参加旅游 团体旅游的朋友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喜欢的团体 受欢迎的团体就是 这个行程里头 一定要看山看水 这是最重要的 看山看水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要有山 高山小山都没关系 就是有山 山代表绿色 所以喜欢有山 第二个看水 水在台湾很多 因为呢 台湾30分钟就可以看到海 对我们毕竟是海岛国家嘛 所以台湾的 我们台湾的客人 喜欢看的是什么 湖 就是看山看水 要有湖 然后呢 中间穿插着大城市 小城镇 要有城镇的景点 对 因为我们会 我们会喜欢去看 别人到底有多么先进 对 大城市可以买东西 那我们又喜欢 小城镇的这一种 放松 舒服 乡村风 乡村风 那欧洲其实 大城市很先进 小城市呢 又很乡村 很悠闲 很悠闲 然后呢 山高的够高 水够清澈 所以就会组合成 我们现在所一般 坊间大家所知道的 这种旅游行程 再过来呢 穿插几个人文的景点 博物馆 故居 故居就是 你这个是哪一个 这个文豪啦 这是哪一个诗人啦 莎士比亚 对啊 这里住过的 墨内啊 对 那你就会觉得 哇这档行程很舒服 为什么 你看到的山 你看到的水 你看到大城市 你看到小城镇 然后呢 你也看到了这个 重要的几个重要的 这个人文景点 是就是一些历史遗迹啊 然后文化背景等等 那我们再把它串起来之后呢 怎么来安排 就像我们刚才所 前面的听众朋友所了解的 到欧洲旅行呢 最短团体旅游 团体巴士旅游 大概就十天 多一点的十三天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些精华的部分 把它列在一起 然后就觉得说 搭配航班的时间呢 顺顺的把它走下来 然后你就会让你觉得说 每天呢 有这个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每天都让你看山 你也觉得 哦好烦 对 每天都看湖 我们就觉得大家 就觉得我们好难搞哦 这样子 是也不会 这样子 这叫什么呢 这叫一阳顿挫 或者是说 这个叫做 有高低起伏 玩起来就会很舒服 所以你看其实旅行 它也是有节奏的 对 它是一种有节奏的 就是轻轻 轻轻松松 松松紧紧的行程 就每天都吃青粥小菜 那多无聊啊 但每天都大鱼大肉 那也有点疲惫 对 那我们把这些点都 都做好了 就是把这些点都 我们都选择出来之后 开始把合理的公里数 休息时间 午餐时间 中间休息的时间 进饭店的时间 景点参观的时间 把它找出来 然后呢 开始开始规划 这个时间 然后把它排出来 当然排出来之后 也许十天 你可能部分景点 挤不进去之后 把它删掉 我就把它删掉了 像我们台湾的 现在的客人 其实是很能接受 就是他喜欢 放松休闲式的旅游 不见得每个地方 都要去 把它删掉了 玩起来就舒服 那如果说 这个 这样的行程 要十三天或十四天 那就把它做成 十三天或十四天 市场上最能接受 因为团体旅游 它有一种 就是成团 你可能要十五个啦 或二十个人 所以要大家都认同 你的行程 你排出来的 对 所以丰富度一定要够 丰富度这一定要够 不见得是要赶哦 丰富度一定要够 该看的啦 该玩的 都一定要去 比如说你去德国 你可能没有去过海德 你不去海德堡 你不去新天额堡 你就回来 就说你怎么没有去 就好像同学或朋友啊 或是隔壁邻居啊 问你说 你这次去德国 有没有去那个什么 新天额堡走走啊 没有 没有哦 你去哪 就是你那个 没有共鸣的 整个那个失交 就大家对德国 或是大家对你想去的 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个既定刻板的印象 只是透过这个印象 连结出其他的景点 这样子 这是一个方式嘛 那可是很多听众朋友讲说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山 也不喜欢水 我也不喜欢看大城市 怎么办呢 那我跟听众朋友讲说 你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市场呢 这个有需求就会有功 一定专程为您规划 对对好什么呢 市场上有很多文化之旅 它就不是以山水为主的文化 就不走到这么郊区 对 他也是到郊区去 但是他的文化类别 就是说 我今天看的是 华格纳为主的 我今天看的是这个 这个大文豪哥德 比如说或是这个 佳音说讲的 莎士比亚 我都要去看莎士比亚的 这个以前所走过的地方 他住过的地方 他去的餐厅 是 他的故居 他的故居这一类 那欧洲 欧洲或德国 更多这一类型的文化 比如说宗教改革家 埃森纳 宗教改革家 马丁路德 是 他以前做过的一些东西 他走过的路线 这就是一种文化之旅 其实这也还蛮棒 尤其是对于历史背景 很有喜欢的人 对有迷恋的朋友 然后这个就是文化之旅 或者说 你可能到了柏林 想要去了解希特勒 那是有很多文化背景的东西 然后配合很多博物馆 像德国的博物馆就非常多 像在柏林就有一个博物馆岛 有五个博物馆在里面 那你就可以排了一个到两个 符合我们台湾客人喜欢的 事实上 纵使也许你没有在 没有在看画 没有在看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附庸风雅 也还不错 就是感受一下 那个当地的人文气息 对那另外一种就是 音乐之旅 有音乐的 尤其在欧洲 对你要听歌剧 听管弦乐 听交响乐 很多歌剧之旅 音乐之旅 这套行程呢 就可以来听个三场音乐会 这套五场音乐会 这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 另外一种就是建筑之旅 建筑之旅 对不对 我觉得以前可能有人讲过建筑之旅 就是说 因为欧洲有很多不同的建筑的风格 对我觉得欧洲它的建筑风格 不管是因为历史文化的演进跟传承下来 我觉得他们也很会保存一些古迹 对 甚至是不同建筑学家 对 留下来的作品 比如说有这个各德式的教堂 文艺复兴 新文艺复兴 或是新古典 就是有不同的这种建筑风格 对 所以也许我们是读 对这方面 或者也许是做建筑系 读建筑的 或者说 对 设计的 是 就会喜欢 这个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这跟他的工作啦 生活背景很相关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台湾客人很喜欢的 美食之旅 对 出国怎么可以忘记了 对 吃呢 吃 所以呢 美食 什么叫美食之旅 就是市场上有很多美食之旅 叫做灾心之旅 啊 米其林 对 吃米其林 这一次行程可能十天 那主要的规划 就美食团了 对 美食团 主要的规划都是以吃这种当地的 著名的小吃 米其林的餐厅 然后呢 带你去他们的市场 带你去他们不同的这个景点 或者是跟美食相关的东西 它是有很强烈的主题性的 所以你就会跟我们前面都讲的 一般的团体巴士旅游 有山 有水 有景点 有博物馆 有人文景 还有城市 小镇 另外一种就是主题之旅 文化之旅 亲子之旅 美食之旅 建筑之旅 对 像这些行程啊 排出来之后 你刚刚有提到一句话 你说要搭配航班啊 对 我怎么说呢 因为呢 到欧洲去搬航班 没有到很多 像我们去东南亚 或去日本 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航空公司 对 可是你去欧洲的话 就不一定了 欧洲有直飞的 我们现在国家 国籍的航空公司 有直飞的 有转机的 有转机的方式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抵达的时间不同 回程的时间不同 对 我觉得时间其实会影响 你这趟行程的安排 像我们 我们台湾的客人 其实最喜欢的就是 早去晚回 最节省了 你就会觉得 好像到了时候 马上就可以玩了 然后可以玩到最后一刻 再离开 那我比较推崇的是 欧洲的话呢 我的建议是 晚去晚回 为什么 时差吗 因为坐飞机到欧洲 最短的大概就要十个小时 长一点的直飞 就要十四个小时 那如果你是今天白天 一出门就要 一出门白天的时候 早上八九点 去坐飞机的话 有这种航班 当然也有这种航班 这么久的时间 其实是睡不太早的 十几个小时很累 搭配我们的生理需求 对 生理需求 所以大家晚上来搬机的话 也许吃完第一个 这个空服人员上来 第一个餐之后 其实 在睡不着的人 其实就会疲倦 就差不多可以开始入眠 入眠 那断断续续的睡 很快就会到欧洲了 哦 就可以减少你觉得的 那个疲惫感 对 就搭飞机的那个 很长程的实现感 对搭飞机觉得 就是十几个小时 很辛苦 所以当你是晚上去的话 生理时钟的关系 你就会很自然的 就会睡着 那回程的话 晚搬机 晚上回来的搬机 也是一个好处 因为你在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就是团费很贵嘛 费用很高 如果今天我睡到晚上 才离开这个国家的飞机的话 那等同是我今天 还在这个地方 都玩了 对 不管有自由活动啊 多参观景点啦 其实比较舒服 反之 晚上回 晚上从欧洲回来的搬机 到亚洲这里来 也是晚上 那最大好处是什么 回去洗洗澡堂的 就可以睡觉了 对 就刚好一整天的行程 已经结束了嘛 对 是我要坐飞机 回来台湾又傍晚了 晚上了 其实身体是有点疲累 就坐长程的飞机 对 很快就可以把时差调过来 就几乎可以零时差 因为隔天你还可以接着上班 只要你体力够好 差不多 大部分人都是 隔天就上班了 真的真的 哇 很棒的这个安排 我们要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欢迎回到 走吧去旅行 我是佳安 今天在空中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上选旅游的许经理 上选旅行 专注经营德国的旅游团 为了掌控旅游品质 所有的团体 都是跟当地业者 直接来做接洽 在业界更享有专业德国的封号 刚刚呢 跟我们许经理聊了好多 原来旅行社在行程规划之上的一些小秘迹 我觉得不管是在时间上啊 或是地点上 甚至交通上的安排 原来我们都可以从这个细部去感受一下 我们到时候到了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旅行社所帮你安排的巧思 其实我就回头来看看 也要了解一下自己的生活形态 比如说像我一些朋友啊 他就会觉得说 我平常就是很讨厌走路 走路就会要我的命的那种 那如果你特别选了一个行程 一直在走路的 对一看就知道 你就是要走很多路 或是要转很多车 车的 那这趟行程你就要想 你就要自己知道 它不会是一个很轻松的旅游 但是如果你想要很轻松的旅游 这时候就要注意他们的交通方式 对不对 其实我很好奇啊 许晶姨你之前也有带团 去德国好多次了嘛 对 现在如果要你再带大家去德国玩 你最想要去哪里啊 其实我比较 就是如果再让我带大家到德国去的话 第一个呢是 你一定要去新天的宝 也许它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大家都一定非常的那种 一定会去必去的地方 那一定会去必有它的道理存在着 因为它是盖在这个山岩上一个很很典型的这种建筑很漂亮 这是你第一个一定要去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时间很长想要自助旅行或想要跟团的话 海德堡 真的我觉得海德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很舒服的地方 因为它依山傍水 它这个内卡河 后面有海德城堡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城堡区 慢慢的逛街散步 体验那一种感觉 就是那种 很浓的那种欧洲的感觉 再过来就是很赞的就是 这个城堡里头 或者是说这个海德这个城市里头 因为观光客很多 就有购物的地方 啊精品 海德堡没有精品 小店 哦 海德堡很多小店 太棒了 所以你是说逛小店吗 对逛小店 这是我们很多客人很喜欢的 大的商店可能百货公司在大城城市有 哦 了解 那你在小店的里头呢 你就可以这个好好的 就是 我觉得小店呢 是可以来挖宝的地方 对 因为我觉得常常大家都会说 这东西叫做博来品 就是特别从国外带 什么牌子啊 也没有牌子 就是我在某一个小街小店里面发现 看到的东西 对就发现那边的 不管是首座啊 或者是他们的自由品牌 嗯 其实我觉得欧洲人他们 做事情非常的工整 然后也很在意品质 嗯 所以他们自己的自由品牌 其实都做得非常的棒 这是一种 比如说逛小店 嗯 另外一个就是 可以到这个 比较特殊的地方 你可能 诶 这样的行程可能没有去过 或者说诶 这样的城堡你可能没有去过 所以 有时候我们会建议说 选择国王湖 哦 这个是一个 第一个 它名称很响亮 嗯 对不对 你可能叫一个什么 小朋友湖啦 公主湖 都没有取名叫国王湖 国王湖来的霸气 来的霸气 另外一个就有高山 旁边有山 有水 你可以在这个湖面上 搭一个游船 然后静静的 然后体验那一种 这个微风徐徐吹来 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让你觉得说 这次我花一点费用出来旅游 很值得 很值得 而且 大部分我们的听众朋友 不会是自己一个人出去 这个有 但是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成双成对的 对啊 去享受一下 两人世界 两人世界 这很重要哦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真的 大部分的这个 跟你一起去的 比如说先生 太太 男女朋友 其实都会一起出门的 其实不管是跟你一起去的朋友 一定都是好朋友 特别人家去欧洲的时候 其实都是生活习惯上很相近 或者是说价值观很雷同的 所以在大家玩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就是 不管是步调啊 还是想法 就会相对的轻松 然后很享受 对不对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 我找一些人都在带这种 商务旅行 哦 商务旅行的话 事实上 一般坊间的行程 很少到科隆 德国的科隆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 呃 以前西德时代 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嗯 因为以前德国分东德跟西德 对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就很厉害的就是 火车站旁边就有一个 超级大的科隆大教堂 啊 就是 对 对 然后呢 旁边呢 很壮观 就很壮观 旁边就可以走进去里头 就有 这个大的百货公司 大的店 嗯 往后再走一点 就看到莱茵河了 哇 好享受哦 对 这种感觉就是觉得 哇 为什么一个城市 举步 只要抬眼就可以看到 这样子美景的感觉 对 就看到不同的 哇 这个很厉害 嗯 那你所有的需求 都可以在这里 呃 满足 嗯 那我觉得德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不管你今天想要自己去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团体旅游 其实都很方便 嗯 不管要自助旅行 嗯 或者是团体旅游 或者是办自助旅行 对 其实这个国家是很有善的 是 我相信 而且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 现在去德国 好像很多都是巴士行程 对不对 对 那火车呢 火车也有 一般我们的所有坊间所推出来说 欧洲的旅行 嗯 原则上都是这种 呃 巴士之旅 嗯 团体巴士旅游 哦 因为它主要的交通工具 都是以巴士的为主的 嗯 那德国的话呢 就是呢 也有火车之旅 但是呢 呃 我们台湾的这个朋友呢 接受度没有到那么高 嗯 那因为德国人也很务实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太多警官火车 啊 啊 因为他们都是点到点啦 对 火车是要移动的 不要看太多 是拿来做移动的 对 是要移动的 嗯 所以在这种奢华程度上面 好像就没有这么的享受 像它隔壁的邻国啦 哦 奥地利啦 哦 或者是这个 瑞士啦 是 哦 这些国家就会做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这种 火车的这种心态 规划 哦 规划 哦 所以 就会有 让你有觉得 诶 这样子的感觉 嗯 有不同的这种旅游心态 对 然后透过刚刚许经理这样跟我们分析跟分享之后 你就会知道 诶 原来我们在不管出国行程这样的安排 在我们台湾在看那个行程的时候 就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来做注意 对 而且你刚分享的行程 期待大家赶快上网搜寻之外呢 也帮自己来安排一个美好的假期吧 对啊 非常谢谢许经理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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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